文化方面 巴基斯坦中小学21号首次启动汉语教学课程 这也是巴基斯坦学校首次将汉语教学列入到他们的教学计划之中 详细情况呢 来看我台记者从巴基斯坦发回的报道 巴基斯坦的耕教育集团首次将汉语教学列入到他们的中小学计划大纲当中来 这也是巴基斯坦学校首次将汉语教学列入到他们的教学计划 当天中联部副部长艾平 巴基斯坦外交部官员以及中巴友好人士等共同出席了启动仪式 巴基斯坦的民间人士采取行动使汉语教学进入了巴基斯坦的这个中等教育体系 那么这将为中巴两国之间的友谊不断深入发展 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据悉 这一教育集团在巴基斯坦有42所中小学 超过12000名学生 是巴基斯坦从事中小学教育的三大教育集团之一 在巴基斯坦的每个省份和主要城市都有学校分布 该教育集团启动汉语课程 被在巴汉语教学提供高起点的平台 有利于汉语教学在巴基斯坦的普及 目前 该教育集团先期引进两名中国汉语老师开展基础教学工作 好